不簡單的地方 因為我們早上也是會戰鬥機過來 到後面也會在生機 那一陣子就是好好好 我就是要回到鵝仔好 鵝仔好可以拍 我才有機會去叫人 之後買手了 我今年拿到機場的主機 那一陣子心情轉變很大 當然是我們自己的目的 就是要為了我們回應我們 阿跳山的時候 我們可以第一時間去做丟完 但是在早上的時候 我們八重家的事件 一個比較嚴重的 一個人名過世的事故 之後還跟我們中心來檢討 我們救護隊就開始 照顧專業 就變成是 我們來當作我們民間裡面的救員 一組處理出人部就是五個人 就有請家事、副家事、警長 我們兩個會救護師 不管是殺人的還是害人的 只要有人受傷 我就安全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出發 要想為一個 學家救護師 就是要想有 有應的科技 標準就是 計較要80分以上 當然不管如何 都會要求 100分 啊 未來之後就是 開始要經過六個月的訓練 要有 醫療 還有 回應的訓練 換整邊呼吸 開始做急救 還換整衣物 三下 四下 一下 就是我們的做CPR 就是到我們路地 還是送到便宜前的 經濟處理 這是我們的自動CPR的機器 1 2 3 4 2 2 1 1 對最多的飛機這就是黑暗新型的 所以買得比較大 再來這個伊西兩洋主要是出風土外海的 再來外中市達西灣是有夜收能力的飛機 有在前四紅外線 就是可以看頭前的天氣如何 可以用得下去 危險會如何改變我們的航空 所以我們配音就是日間的收求 兩兩五到外洞市 到處理就是夜間的收求 行政主要就是要去飛機的時候 飛機三百六十多的檢查 還有情報加油 有照後撐來和我安全的告路 訓練就是模擬我們在做任務的時候 我們的機関長在飛機上用調節 讓我們救護士放下去 通常我們出的任務就是 天氣比較不好的時候 還不就是風太過了 還不就是還有東北季風的時候 那出去就是風硬它會比較大 那你來用加水的體力 最困難最困難就是 你覺得水上裡面比較不簡單 因為它不可以在這裡的地方 完全就是靠大家的體力 在應付 我們都六點半集中 基本上如果我怕飛機這隻 我就會 他就在拜我看這隻飛機 這樣自己比較安心 這樣輔助牌的那邊看有 手順嗎 煉了 看煉皮 煉皮有夠嗎 因為我們飛機比較重 路底的時候 煉皮也沒夠 我怕會放煉 打煉皮 打煉皮 就要去檢查的時候 我們一條檢查 所以我一行一行做 可能就是要一時間 超過 每一個地方 都是很重要 需要 看過 不可以這樣 每天都做過 清清採菜 幫它爛 簡單來說 就是民的 就是種對於為主 我們的就是軍的 但是今天 種對於那邊那裡 沒有辦法執行這個任務的時候 就是到我們來做廚房 像上古月的鳳梯 人家鄉的那裡 廣路、廣橋 我們的文桑、物竹 貴給他們富翁 在上古月的時候就是我來的 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水泡喝 這時候我們就收到 水泡的台灣的東西 就是不管是水、油煮、泡麵、罐頭 這些東西就是要送給他們 我在今年拿到幾天的主價 那時候心情轉變很大 我從一開始富家室到來變既定 現在既定我負責整個社會的安全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最難的就是 要怎麼去留這個關心 要怎麼來做這個任務 要怎麼安全地給大家帶回來 這是我覺得 做既定最難負責的 最困難的事情就是在這裡